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們講到熟虎的朋友 在老虎年裏面的雲情是怎樣的呢 坦白說,我們講到的老虎年是非常厲害的 這一期是1998年 今年是25歲 以25歲的朋友來說,坦白說 你在人際關題,尤其是做工方面 你就要打井十二分精神 因為25歲的朋友,今年在虎年 剛巧直太歲 直太歲即是嚇嚇被人家投訴 拒絕你,小癮,含害你 講華方面就要小心 處理工作上就是處理小心的妥當 因為擔心你上班的時候 擔心你在電腦說好,打字也好 可能字眼就會打錯字眼 而令你的上司和老闆對你不滿 那麼你分分鐘,今年你都會不小心 一錯再錯的來說 就會讓你老闆可能降職 還嚴重的來說 就會炒你的魷魚 也會有的 所以在人際的關係 你懂得聰明地遠轉 看風行船來說 在虎年裡便平平淡淡走過 但始終避免不到有小人陷害你 這件事肯定會出現 關於今年老虎年裡來勢兇兇 因為今年是水虎年 在駕駛的方面來說 就要非常小心 不要太快 還有不要在馬路上跟人家捏車 甚至乎你挫折朋友的車也好 你做乘客也好 你也不要叫朋友開快車 會導致到你自己 可能有多少血缸滋呆 都會在虎年出現 你明白嗎 因為我們俗語的一句說話 冒起必有和 而是充太歲 以太歲來說 可能性就會死到正正 很多事來說 剛才我所說的 上班的時候 小人陷害你 真的在睡覺 你都會做機關腸 都會做子彈 所以你要自己 要聰明 不明白就要問 就算是人家 一班人在聊天也好 說人家的時非也好 或者說你的同事 旁邊你身邊的朋友 那些懷話 你最好不要加口 你不要參與下去 如果你參與下去來說 對你是沒有好處的 明明不是你說的 都有人說 是你自己說的 所以你自己就要執生了 所以在虎年裡 不是那麼容易過的一年 在年頭來說 一月二月三月來說 都很好 但是在過年期間 因為吃錯東西 可能會為不舒服 即是不要大飲大食 要注意你的健康 這樣下來來說 你的年中方面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那裡 開始來說 你稍微有多少 有好有壞的運氣了 八九月來講 依然都是停頓在那裡 是好是壞 好的日子就要過到九月了 九月到年尾來說 你的運氣和財氣都會亨通 所以說二五月五月的朋友來說 你呢 在今年裡 做甚麼呢 看定一些整理行動 還有投資的方面 都要懂得來看 如果不是來講 就會真的很多的問題 帶給你了 尤其是身邊的朋友 很多帶給你 開心 但是有很多不開心的 不過要怎樣設計 白氏桑架不要到 尤其是送殯千奇不要到 真的沒有辦法 一定要上去 一定要到延長 在桑架裡 你最好帶一塊陳皮 在你 來時的紅包風裡面 這樣你帶在你身上 這樣你連續去兩天 這樣陳皮連續帶兩三天 真是剛才我所說 沒有辦法一定要送殯 這樣你這個陳皮可以連續到 這個桑禮完成為止 這樣你回到半老 你就一定要把這個陳皮 丟到垃圾桶外面的垃圾桶 而不是帶回家 這樣回家之後 你拿些白米和臭草 臭草 你問老人家就知道 剪多少臭草 沉為白米 用來兜頭 洗澡就搞定 然後擦肩 工作 感覺是不容易 所以25歲的朋友 要記著在苦年裡 來世兇不擄 好的事情也可能有很多 亦都在你身上而 raw 吓聲十二軍精神 今天先和大家討論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